接着 年轻人 向往现代化 翻过的老年人 怀骨 常常念着 传统的 伦理 道德的文化 可是今天 年轻人 不再相信 传统文化了 老年人 虽然常常提示 他们 没有放在心上 也没有 学习的意愿 于是 这产生了 社会的危机 每个人都知道 社会的动乱 一年 比一年加深 频率 不断上升 灾害 不断在扩大 西方 有智慧的人 有元件的人 尤其在911之后 认真 反省 深思 这个危机 怎么解决 如果这个危机 不能解决 那么像圣经 古兰经里面 所讲的 新末日 这是很可怕的 一个信号 于是 西方的 这人 真正有智慧 有心拯救 社会的 劫难 他们 已经 回头 向东方 寻求 这个我们在西方 许多大学里面 看到 他们的 汉学习 非常认真的 在学习 中国传统文化 学习 印度传统文化 那么这是东方 传统文化的 驻流